职场新视野改变新观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乔美伦老师 欢迎收看职场新视野 我们发现现在的生活 节奏是非常的紧张 也有许多人有所谓的 现代毛病 办公室毛病 不是这里酸 就是那里痛 那我们也思想 我们的上帝 其实是一个乐于 医治的上帝 可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态度 是需要与上帝来配合 所以圣经才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医治的良药 今天我们有一位访客 我们的访客是 毕师大物理治疗所的 谢新周院长 院长您好 欢迎 乔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可不可以请你简单的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中山医学院 附建医学系毕业 毕业之后就考上了 第一届的国家专计高考 就是物理治疗师执照 因为我本身自己 很多酸痛的问题 在过去用我们的光电 随冷热的方式 都没办法解决 用到力学的方式的时候 才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对这方面很有兴趣 所以你等于是原本是物理治疗 方方面面都做 可是后来你就专业 走这个骨科这部分 特别是脊髓这部分 您大概在您手下 医治的病人 大概有多少 大概五万左右 是哦 对 是是是 五万人次 五万人次 是是是 所以一个病人来 可能会要来了好几次吗 不一定有的人可能一次就好了 就好了 但是有可能来 二三十次都有可能 是是是 变数真的很大 变数真的很大 是 那我刚才讲说 其实现在生活 非常节奏非常紧张 很多的人的病 其实基本上是现代病 或者是所谓办公室疾病 特别是疼痛这件事情 您要不要针对疼痛 的不同的类型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可能会有些 什么样的疼痛 好 一般我们疼痛 可以分两大类 第一类呢 就是受伤发炎 引起的这种叫做 化学性的疼痛 是 这可能靠药物的治疗 是 具有帮助的 是 可另外一种呢 是大家比较不清楚的 叫做物理性的疼痛 就是机械性疼痛 通常是因为组织啊 可能过度的使用 受伤 拉伤之后 尤其是 拉伤其实前面是属于 化学性的发炎 可是之后到慢性的时候呢 就会形成痠痛 为什么呢 因为在组织复原之后啊 它就会引起我们的 紧绷 僵硬 粘粘 那这种粘粘就引起 机械性疼痛的刺激 比如说我们扳的手指头 扳到底就会痛 那你放开就不痛 像这种痛就不是发炎的痛 你吃下药是没有用的 你只要把它解除 它的脏力 压力 拉力呢 这痛就解除了 是 所以这个叫物理性 物理性的疼痛 所以其实我们很可能 开始的时候 是化学性的疼痛 是 治疗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其实它就已经进到 物理性的疼痛里面去 是 所以它的意志方法 是不一样的 是 那您的这一个 特别是脊椎这边 那您所提供的是 后端的这一个 就是物理性的 对不对 是 您大概会怎么来操作呢 好 以坐骨神经痛为例啊 因为有可能是椎间盘突出 刺激到坐骨神经 有可能小面关节紧绷 影响到坐骨神经 甚至有可能是 我们讲臀部这边 梨状肌去夹到坐骨神经 是 所以我们就要去判断 如果是属于椎间盘突出的话 那在初期 当然只能休息 吃药 可是之后呢 它稳定地不发炎的时候 我们就要透过徒手治疗 来增加关节的活动度 是 解除它那边的压力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压力解除的时候 就不会去刺激到机械性的 感觉接受器 痛就自然就会消失 所以就是等于是 角质它的这个方位 可以这样说吗 对 比如如果半脱胃 我们讲错位 把它调整好 还有增加关节的活动度 自然也会让神经的讯号呢 是释放紧绷的肌肉 让肌肉的张力放松之后呢 血液循环改善 又没有刺激到 机械性的感觉接受器 是是是 所以这个完全要靠徒手 对不对 对 以目前来说 也可以存徒手 那也是有器械的辅助 你后来实验发现 有时候不是力道多大 是那个频率很重要 是 所以我们就用器械辅助来释放 让肌肉松开来 是是 所以当病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首先需要判断 它是不是适合 它是适合用机械性的 还是它是需要用徒手来医疗 对不对 是的 大概这样子帮忙徒手的话 一次带需要多久的时间 通常时间其实蛮快的 如果以脊椎矫正的动作来说 大概三分钟就可以全部解决掉 可是之前的预备动作很重要 还有就是关节出问题 不会只有关节有问题 旁边的肌肉 肌腱 韧带 都是相连 还有筋膜的问题要先处理掉 是是是 所以这个徒手医疗 其实是真的非常专业 是 那我发现您不但治疗之外 您现在也在推广正确的知识 因为这个是预防 对不对 大部分人的疼痛 其实都是因为知识不正确 是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大概我们最常有的知识不正确 最通常的会是一些什么 知识不正确 目前最常见的就是拿手机 看手机 低头低太久 所以其实好的知识 你可以很快的 可以久一点再换知识 比如15到10分钟 你才换知识 可是不良的知识 像这样的知识 可能三五分钟你就要换知识 不要持续太久 所以看手机不要超过三分钟 可以这样讲吗 是 或者说 因为看手机一定会低头 低头 低头就会压迫这边的 关节 追尖盘 然后后面的肌肉 就绷紧 绷紧 然后复合 让你头不会往前掉 是 所以建议 不要超过三分钟到五分钟 就起来活动 是 可以的话整个 最好是20分钟 就做一下扩胸的动作 我往后扬 隔一阵子就往后扬 把这个地方缓解 缓解一下 不要让同一组肌肉 持续收缩太久 是 所以不良的知识 如果你在家里面 想到这样子 不是不可以 但是可能更快 一两分钟你就要换了 OK 你不能让它持续保持 因为它是错误的知识 是的 OK 这样的知识 你可能肌肉很舒服 是 可是追尖盘就很累 那追尖盘很累 你可能刚开始没有察觉 是 可能它火山爆发的时候 就不得了了 是是是 所以还是要避免 是暂时看起来 是一个很舒服的知识 可是其实对我们的身体 是不好的 溺水穿石 像坐姿太滑下去 其实也是不正确的 也是不正确 对不对 这样负荷会很大 是 那翘腿呢 翘腿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东方人的小腿 比较没那么长 那偏偏很多家具 都是欧美的size 所以尤其女性的话 必须要翘腿做 才能做得稳 所以是没有关系 但是它左右两边轮流翘 是 你可能三五分钟 你就要换一下 OK 避免同一边敲太久 否则有可能造成肌肉不平衡 然后骨盆歪斜 然后有可能影响到 泌尿生殖系统的功能 是是是是是 那大部分的疼痛 其实它的发源地 其实还是脊椎 对不对 因为除了酸痛之外 脊椎旁边有个自律神经 系统管身体所有的器官 那有可能脊椎问题 影响到自律神经 造成器官功能失常 是是是 所以要先从脊椎着手 否则你去吃药去调整它 它一直好不了 是 只是暂时的解决疼痛而已 是是是 那我们怎么样 借着一些简单的运动 把它调整过来呢 您可不可以稍微简单的介绍 基本上就是属于 对称性的体操去做伸展 其实伸展操的目的呢 就是要让肌肉恢复弹性 让关节有它应有的活动度 是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 通常啊 这些保健用的东西 或DIY的东西 就是在你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就要做 是 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要看医生 是是是 您可不可以大概介绍几种运动 是最基本款的 我们是可以 好的 介绍三个体操 三个体操 一个是仰望族 仰望族 这年都把它取了很属临的名字 一个是敬拜族 是 第三个呢 是转身 就是左转右转 主要是三个体操 平常有做呢 基本上脊椎就可以维持很好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要示范 脊椎的伸展操 总共有三组动作 第一组动作呢 叫仰望族 我们可以在床面上做 常常是在睡前 或者是起床后 用双手把身体撑起来 只有地方用力就好 就是肘关节这边打直 其他身体都是放轻松的 甚至你的骨盆贴到床面 都没有关系 脚也是放轻松 OK 这样子的话可以保持15秒 如果不行就10秒钟 那有些可能还撑不到完整的这个角度的话 可以做一半 用手肘撑起来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是第一组动作 第二组动作呢 接下来直接身体往后拉 会觉得背部这边的肌肉被拉扯到 然后手呢 尽量往前伸 这样你可以伸展到这边的肌肉 刚刚如果做10秒 现在要做10秒 如果做15秒 现在要做15秒 所以第一组跟第二组动作呢 是搭配一起做的 这样算来回一次 这个动作建议一天只要做三次 大概一分半到一分钟就可以解决了 接下来呢 第三组的动作 是转腰的动作 因为我们知道背部的肌肉长得是斜向的肌肉 只有前弯后仰还不够 还要做旋转的动作 那我们就站稳 跨右脚 这个目的是固定下半身 那我们在转的时候呢 纯粹是上半身在转 纯粹是脊椎转转 所以呢我们就来 手放到前面来 身体跟头直接往右转 到底轻轻地晃五次 不要太大力 这样对关节囊的养分攻击呢 会很有帮助 比较不会退化 做完之后呢 换左边 跨左脚 跨左脚站稳之后 才转左边 这样子呢 也是一样 大概换五次左右 这个动作 第三组的动作 是在白天工作期间 可以的话呢 上个洗手间 回来就做个一两次 就少量多次的做 对整个脊椎的关节囊 养分攻击呢 很有帮助 也可以伸展到 我们背部的肌肉 所以这几个基本的动作 是可以帮助我们 一开始 还没有很严重的病痛之前 我们就可以让自己 可以保持正确的姿势 OK 电脑大概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的姿势才会是正确的 电脑其实最理想的状况 你坐稳之后 肩膀自然下沉 然后呢 90度 是 手肘这也90度 也是90度 keyboard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可是我们现在的 有很多时候keyboard 是很高的 对对对 notebook 你可能就太高了 怎么办呢 眼睛啊 水平往下15度位置 最好是monitor的位置 可是变成keyboard在这里 是 所以我会建议 花点钱 买另外一个keyboard 几百块钱 外装 把你的monitor 垫高 外接 垫高之后呢 然后外接的keyboard 放在这个位置 是 让它是最轻松的 值得花心思 去调整自己的工作环境 是 而且要避免耸肩 如果真的改不了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在用滑鼠的时候 你要提醒自己 不要耸肩的动作 OK 有时候滑鼠会用力 对不对 就是一直弄 用力然后我们就耸肩 结果这边肌肉紧绷之后 可能引起头痛偏头痛 那练习 就是在使用滑鼠的时候 肩膀是放松的 这样轻轻滑 但是通常要练三个礼拜左右 因为改变的习惯 通常要重复三个礼拜 是 那其实这样做下来 你应该对人体的构造 了解非常深 很通透 对不对 很奇妙 是 所以你会不会有一个 特别的观点 尤其有了基督徒信仰之后 是 你怎么样来 借着你对身体构造的了解 来认识上帝 你觉得是有一些 不一样的看法吗 对 我们常常治疗患者的时候 那解剖学的画面就出现了 比如脚的 手的 脊椎的 脊椎神经 其实看到这么多 细微的这些组织 就会觉得说 这一定是神创造的 不是演化而来的 是 对 而且 看越多 会觉得这种奇妙 然后神又赋予这些细胞 治愈能力 是 所以我们的工作 其实就是在去除 你复原过程中的障碍 我把这些障碍 比如关节功能失调 把它去除掉 或者肌肉弹性变差了 我把它恢复了 是 以至于让你的神经训号 让你的治愈能力能够恢复 是 所以很感谢主 就是在工作中一直提醒我 是 其实等于工作中就要灵修 是 是 要谦卑 是 第一个非常惊讶上帝的创造 对不对 这么精密 然后治愈的能力这么强 对不对 自我恢复的能力 其实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 所以你每一次在协助病患的时候 其实是与神同工 对不对 而且其实医疗上有它的复杂度 它变数太多了 所以常常其实我们会好像撞到墙 是 可是怎么就搞不定 是 处理不好 怎么办呢 就是祷告 如果没有神的带领 真的没什么 是 是 所以每一个case都很需要神的智慧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又不一样 是 不是每个case 其实它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都需要下载一个新的看法 来处理这个情况 是 真的是会紧密的与神合作 一定要 是 你怎么样从一个医者心来看 神把这些人带到你面前 你要有一个跟他们 我们现在常讲医病关系 医病关系 你觉得你会要 跟他们建立一个什么样子的医病关系 是最好的一个医病关系 是 我觉得这个工作很奇妙 就是身心灵 完全都在接触 是 所以要实时祷告 然后为患者祷告 然后我们也看到 其实患者 他是个人 他不是个机器 是 千万不要把它弄伤了 是 很珍贵的 很珍贵的人 他是圣灵的殿堂 是 那我呢 就是要负责把这个圣灵的殿堂的结构呢 把它调整好 是 所以整个过程之中 真的要顺服神的带领 千万不要因为有点骄傲 有点过度的自信 而做了不对的步骤 是 这是非常重要 甚至心灵也会影响 就是说我们在治疗患者的时候 那个与神同在的心灵 那个层面其实很重要 是 尤其这个工作很特别 他不是跟你聊聊 然后就 就走了 没有 我的手仓在他的身体上 对 要做一段时间嘛 对不对 所以这touch的过程 事实上 他的灵在影响我 我的灵也在影响他 是 所以一定要圣灵同在 我说这个职场 其实很像战场 是 还有很多风险 是 所以在你的眼中 你就会看病者 其实是一个受造的人 他们有尊贵的生命 尊贵的生命 他们有上帝的形象 是 你要非常小心的来 一个一个处理你的患者 是 所以我也知道我的限制 当我判断这个患者 不是我可以处理的 是 那我就必须要把他转出去 是 请他来找更好的医师 更适合的方法 来恢复他的健康 是 所以呢 其实你也很了解 自己的那一个阶段性任务 是 所以也看见我们这个现代人 的确真的是很容易 因为长时间的工作 然后坐着不动 然后知识不正确 造成自己 尤其长期这样做下来 常常造成自己 很严重的一些问题 影响生活品质 影响生活品质 所以感谢主神 给你一个很美好的引导 感谢主 就是徒手治疗 徒手做物理治疗 那真的是解决很多人的 很 说不出来的烦恼跟痛苦 是 是 你自己也会认识上帝 而在这个中间 真的经历与神同工 是 感谢主 我相信您在工作中间 应该是非常喜乐 是 谢谢 是 好 今天非常谢谢 谢院长接受我们的访谈 让我们方方面面 对我们身体的构造 我们的 可以说是 疼痛造成的原因 我们错误知识的问题 以及我们怎么样简单的自己 防御我们的这个知识不正确 所造成的问题 那特别也从谢院长的观点 看见说 他因为要长时间的徒手 在病人的身上做治疗 深深的感受到上帝创造的精密 人的尊严跟可贵 那针对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医治的两药 我们有两个题目 给大家一起来做思想 第一个 我如何找到上帝创造的精妙 并成为工作的一环 刚才谢院长讲的是 他因为他做这个 脊椎徒手治疗的这个 他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创造 事实上我们 不同的工作的领域 我们有的人可能接触大自然 我们也能 可能接触工业方面的东西 我们可能有人接触 教育方面的东西 可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领域中间 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触点 就是借着我们的工作来认识神 忽然间意识到 原来这个领域 上帝是这样设计的 上帝是这样创造的 上帝会有一个 等于是一个规律性的 一个律在这个中间 我们怎么样找着这个律 然后与神同工 所以呢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领域中 我们都需要来认识 上帝创造的精妙 第二个题目呢 我如何善用平台 推广专业的理念 造福更多的人 我们看见训院长 不但是徒手治疗 这个脊椎的问题 他也发现了 大部分的人是因为知识不正确 所以他等于是一个 知识的推广者 他利用很多的平台 来介绍 来推荐 甚至来示范 这个如何有这个正确的知识 或者是如何来 解的一些运动 来维持我们正确的知识 今天非常谢谢县长 接受我们的访谈 谢谢您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我们的身体是神所创造的 是圣灵的殿堂 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好好的来照顾它 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恢复不了的时候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透过祷告 让神帮我们预备 很好的医疗人员工作者 来帮助我们恢复健康 另外在职场上 也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眼光 正确的态度 来肯定自己工作的价值 因为工作不仅在解决别人的问题 同时也是对别人的一个尊重 对自己的肯定 那我祝福大家有一个很喜乐 很平安的职场生活